歡迎來到二七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訂閱 按讚和樂推喔 今天又來到大家最喜歡的 500元牛爪系列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板橋的牛市炙燒牛排 我們現在人已經在裡面了 那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菜單囉 牛排價格在390元到1399元 可以選擇黑胡椒醬 紅醬 或者是綜合醬 主餐可加點ABC超值海鮮套餐 是加199元和加249元 其他排餐價格在390元到530元 一樣可以加ABC超值海鮮套餐 如果怕吃不飽的話 可以加購肉肉和海鮮 另外還可以加購酒精飲料以及軟性特調 還有雙人套餐以及平日限定的商業午餐 價格是在369元到439元 現在平日可以單點自助吧 一個人是349元 排餐都有附自助吧 依照您所選的排餐價格去做收費 都要再加上一成的服務費 用餐時間是90分鐘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裡只收現金喔 那我們現在來去看自助吧的菜色囉 現做披薩提供的各種口味都會做輪替喔 咖哩醬 日式壽喜燒 滷肉 經典玉米濃湯 牛肉羅宋湯 吐司及奶油餐包 提供了4款抹醬 白飯 海鮮鹹粥 酥炸甜不辣 炸雞塊 炸洋蔥圈 炸薯條 炸地瓜球 小樂果 綜合珍珠丸 黑糖小饅頭 綜合燒賣 豬肉丸 居然還有生蠔葉 美式馬鈴薯泥 天府麻辣燙 當季食酥 義大利麵 主廚料理 台式肉羹 醬燒豆腐 台式料理 滑蛋 台式熱炒 酥炸花枝丸 基本款的生菜沙拉 以及各式的開胃冷菜 搭配的是千島醬 陳醋醬 各式的果凍 火龍果 冰心地瓜 巴勒 西瓜 牛奶鳳梨 葡萄柚 甜湯 原味蛋糕 黑糖蛋糕 6款熱茶包和開水 蘋果醋 無糖茉莉綠茶 咖啡 奶茶 杏仁茶 以及碳酸飲料 芒果冰沙 冬瓜檸檬冰沙 杜老爺冰淇淋 提供了7種口味 我們兩個今天只有點一個排餐 就是上夜午餐的牛西洋沙拉 它是9盎司 看起來不會太小還OK 都會看到這個牛排旁邊呢 有一個黑黑圓圓的那個是炙燒食 就是呢 你還可以調整你自己牛排的熟度 所以針對有一些如果不敢吃 有一點不太熟的人他就直接可以把它弄熟 還蠻貼心的啦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有點大事不妙 我用眼睛看呢 就覺得這個筋好像有點多 喔 今天這塊沙朗我覺得還好 上次的豬排比較好吃 沙朗呢 它的牛的味道是OK的 但是我今天這塊非常的有嚼勁 喔 你不喜歡有嚼勁對不對 對 是太有嚼勁 但還不會到達咬不動 先來吃Pizza Pizza的薄度是我喜歡的 非常的薄 而且吃下去啊 卡滋卡滋的 脆度也夠 它是那種義式手拍Pizza 所以吃起來呢 我覺得我很喜歡 我剛吃的那應該是韓式的 因為它有點微辣 那先來吃牛肉的Pizza 欸 我也有拿一塊 牛肉這個Pizza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的醬汁呢 鹹甜鹹甜的 底蘊還帶辣 可是就是肉有點少 再來要吃烤 牡蠣 這個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在那邊排隊啊 對啊 五毛媽就趕快過去了 這個尺寸應該就是 小牡蠣 吃看看 在這邊可以吃到烤牡蠣 我蠻驚訝的 所以對它 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但是基本上它是新鮮的 尚可 對 跟各位說一下 它的東瓜檸檬冰沙巨甜 所以一定要再加 無糖的茉莉綠茶 就會變得很好喝 自己要DIY一下 嗯 再來是我們剛拍的時候 沒有的柳葉魚啊 它的菜色是會一直變換的喔 對 因為我們剛回到座位上 想說怎麼有菱桌 它拿著螃蟹 嗯 然後我媽媽就趕快衝去 沙拉巴那邊看 結果一看 欸 拿光了 對 這裡啊 如果你看到有什麼菜啊 想要吃 就要馬上去拿 因為它下一輪又會換別的菜 喜香蓬剛炸出來是酥的 所以呢 沒有問題 是好吃的 但是它的醬有點 太甜鹹 但是很慶幸的是 它有蛋還不錯 再來要吃的是西蘭柏啦 你最喜歡的來 它做麻油的耶 這裡面有加白菜啊 杏鮑菇 有點像是那種麻油湯的感覺 但麻油如果再濃一點的話 會更好吃 牛肉羅宋湯 裡面是滿滿的料 不小氣耶 外加是牛肉完全是看得到的 那我來吃義大利肉醬麵 這個口味對我來說剛剛好 番茄味也是挺濃郁的 牛肉羅宋湯的番茄味也非常的濃郁 外加裡面的料都燉到很軟嫩 所以這個湯喝起來非常好喝 這要吃的是洋芋泥 洋芋泥吃起來還滿綿密的啦 嗯 我覺得還不錯 奶味重嗎 其實沒什麼奶味 喔 剛剛看到它肉羹啊 補出來的時候滿滿的肉羹 於是就忍不住來咳一碗 那我來吃花枝丸 這道肉羹表現不俗 它的勾芡呢 沒有我想像中的厚 喝起來是稀稀的 我喜歡的那一種 然後這個肉羹啊 滿好吃的 花枝丸吃起來還不錯 我覺得算滿Q的 然後也滿扎實的 重點是它的醬汁 吃起來甜鹹甜鹹的 上面呢有加美乃滋 甜居多 你知道它欠什麼嗎 欠什麼 如果它再撒個柴魚花 會很像章魚燒 再來是我最喜歡的QQ球啦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那種傳統的QQ球 就是那邊擠了半天的那種有沒有 然後很大顆的 然後裡面是QQ的那種口感 地瓜球不一樣啊 對 可是這個是炸物啊 對不太一樣 蒸鳳爪好特別喔 現在就來吃吃看 鳳爪味道非常的酸 蒜味極為濃郁 如果我會怕蒜味的人千萬不要拿 煮一重口味 你知道洗冰室要用什麼清潔劑嗎 不就洗車的清潔劑嗎 洗面乳 洗面乳 再來要吃的是 珍珠奶茶披薩 這個看起來就很好吃啊 尤其是珍珠一定很Q 濃郁的黑糖味 對 但是呢 嘴會比較酸一點 因為呢 披薩皮Q 然後再加上珍珠的QQ上加Q 水很酸耶 對 他們都很好吃的啦 再來要吃炒鳳螺 鳳螺算大顆耶 鳳螺還不錯 還滿辣的 炒的醬油味也滿重的 這邊熱菜啊 很奇怪喔 我都覺得 缺點的味道 就是你不會覺得它難吃 但是你要說它好吃 就覺得欠了什麼 應該是安全牌啦 就每樣東西都是safe這樣 那就是欠一味很奇怪 除了那個肉根真的還不錯 這還是我自己自製的喔 滷肉加上涼麵 然後我就是加它的涼麵醬來吃吃看 它的涼麵醬啊 有一點芝麻和風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會特別清爽 滷肉呢 是屬於肥肉居多 然後比較沒有什麼肉 對 沒有剛剛在撈的時候 就覺得稀稀的 對 吃起來滿普通的啦 嗯 蝦子啊 是好剝的新鮮的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蝦子啊 它是彈的喔 雖然說尺寸也有點可愛 甜點的時間到了啊 黑糖蛋糕啊 我剛才以為它是奶油餐包耶 結果不是耶 它是爆漿巧克力耶 老師說我的黑糖蛋糕吃起來滿普通的 就是一般的蛋糕這樣子 這個餐包可能還比較好吃喔 而且沒有什麼黑糖味啊 就在我們吃到尾端的同時 我發現有炸雞翅 於是一定要趕快拿來吃 經歷第一名 真的假的 酥披薩而已 喔Juicy的咧 好啦 那我們今天也用餐到尾端啦 嗯 好 講一下用餐的感受吧 基本上呢 從我們入座一直到剛剛快結束前 都生才有空來一起整理桌面 對 但是幸好我桌子非常大 所以我前面就是堆的跟山一樣 哈哈哈哈 搜出的速度我覺得真的滿滿的 老實講 以我們以往在別家店來compare起來的話 這邊用餐環境我覺得很大耶 對 真的很大接納 以牛排館來說 這家如果跟林口店比 我覺得綁橋店贏林口店 喔 對 老實說90分鐘真的滿趕的 對 吃的會有點急 吃到都快噎到了 排餐就是要看你點什麼 然後牛排的話就是要靠運氣 最好吃的就是它的披薩 然後熱菜的部分 我覺得有高有低 但是他們真的都缺一味 會讓你覺得就是 吃這個好像也少一個味 吃那個也少一個味 但是它的豐富度是有的喔 它會一直幫你換菜 然後你以為會看到很多什麼 海鮮啊 或者是F-1螺蝦子 然後牡蠣都出現了 各位如果開車來的話呢 附近都有收費的停車場 步行過來大約2分鐘左右 如果您是搭乘捷運 出府中捷運站2號出口 步行過來大約3到4分鐘左右 交通十分的便利 沒錯沒錯 那今天很開心來這邊用餐啦 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3日 晚上8點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還追蹤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拜拜